在上海有这么一个豪宅区 叫蛇山迎湖别墅 蛇山迎湖别墅的里面又发生了一件 什么情况呢 是楼王 价值8500万的楼王 这一户人家在装修 擅自移动了多棵树木 还建起了一栋数百米长的白色围墙 甚至把小区河道的小桥都圈进了自家院子里 把小区公共空间变成自家的私人领地 那小区其他业主就生气了 这样说怎么没人管呢 所以这个确实有机会人 他们这个做的一些事情 就无法无天 这个事情在对比其他一些 像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 有什么砍树的 小区里面砍树被罚的 人家就是一个老师 这个别墅却大动干戈 这个死城公路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在最后一次说 来看都是 这一件小区 很多次说 我们自己也是尸体加速公路 如果是旋软一直提前 那是你还有个车车呢 那这么一个小区非常的幽静 但我们也看到 咱们这个体育中 地址的高端路 不是一样 人家门着这十八 差太多了 大家各个建设 一号公管小区里 据监控记录显示 当晚九点 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光头男子 正搭乘电梯 当电梯到达15楼的时候 男童小兵守持矿泉水平 正准备走进电梯 两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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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臣